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系列学习 今天晚上这一讲 其实是把整整两课的内容合并到了一起 研究的主题重点围绕最长的 时间预言和崇拜的圣索 主要参照但一里书的两章经文 但一里书八章和但一里书九章 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 本次系列的总题目叫做预言地标 全世界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是印度的太极陵 它建造于十七世纪的印度 壮观的设计和建筑构图美轮美奂 令人叹为观止 花了二十多年才完全竣工 期间两万名工人 今年累月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皇帝最宠爱的王妃 在生第十四个孩子时难产去世 而皇帝深爱着这位妻子 便计划造一座陵墓 以纪念自己对爱妻的深情 于是他寻觅全国上下最优秀的建筑师 完成了这栋最美的建筑 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太极陵不仅是为纪念 同时也被皇帝视为赎罪的地方 这是在十七世纪末尔帝国 时任皇帝沙安·贾汉 亲自为俊功献祠 愿犯人能再次得到庇护 得蒙赦免 离开罪恶重获自由 愿罪人找到逃至这里的路 让他过去一切的罪有都得以洁净 愿灵寝的目光将刻骨忧伤化为泪水 借着日月明眸之灰洒落 人世间他的建造只为在此彰显造物之主的荣耀 非常有意思 他竟然谈到依神论的创造主 说这栋建筑是犯罪之人寻求的庇护之所 就像圣经中的逃城 因此他不仅华美 同时也被真视为敬拜和赎罪的场所 即使最初只是为了纪念爱情 很多人也不知道在1830年 英国曾经一度谋划拆除 当时无人关注的太极灵 他们本想拆毁原址后 把大理石运到英国拍卖 因为当时的整片 陵园根本无人打理 慌着也是浪费 到哪儿还能找到如此庞大的大理石群 作为充足的货源 甚至大型拆卸设备都已经被运到了大门口 不过在最后一刻 英国传来消息 伦敦大理石价格一路下跌 长途运输回去销售得不偿失 真是万幸 如果市场四平八稳 太极灵早就没影了 圣经也曾经谈到过某一建筑 有时它被称为会墓 或圣殿 或者圣所 它似乎无处不在 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 大多数重要的圣经预言中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围绕这栋建筑 今晚我们将学到很多关乎旧文的知识 以及一些很有意思的圣经预言 甚至和今天也息息相关 这一刻是第十讲 重点针对的主题就是 捷径圣所 当以色列儿女离开埃及之后 摩西登上西奈山 她在山上从上帝手中领受了什么 是十戒法版 其实并不仅仅只有法版 圣经记载 上帝还交给她一份图纸 正如上帝向挪亚口寿方舟图纸 她也传递给摩西建造会墓的图纸 这是整个西伯来文化体系中 崇拜活动最核心的环节 这份极其特殊的建筑设计图 教导百姓明白上帝如何拯救她的子民 请看屏幕 起初当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 需要临时建一个可移动的会墓 以便随时安营扎寨 随时迁移前进再安营再拆卸 指定的立位人扛着会墓 从一处行军至下一处营地 这一扛就是整整四十年 最终到达应许之地之后 他们建了固定的会墓 而圣所的重刺过程 始终演绎着完整的救恩计划 只有一扇门 耶稣说通往救恩的门一共有几扇 一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它说我就是门 它是上帝的羔羊 百姓带着羔羊穿过圣殿之门 第一件事就是在圣殿门内 献上祭物作为牺牲 百姓进门之后一抬眼 就能看到两样主要物件 走进唯一的门 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祭坛 这是奉献祭生的地方 动物被献为伙计成交上帝 预标十字架的牺牲 下一个物件被称为洗桌盆 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圣所以前 必须先用盆里的水清洁 当年在埃及 以色列儿女脱离被奴役之地之前 先要杀羊献祭 然后才穿越红海 水在这个过程当中预表尽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 百姓们在海底受洗 众人穿过红海登上对岸 某种程度上象征受洗 经上说耶稣是羔羊 耶稣是灵盘石 耶稣是活水的源泉 会幕当中所见到的每一样物件 都在讲述耶稣 接下来进入室内 这里被称为圣所会幕的第一个房间 地上共建过三处圣所 旷野中建造的可移动会幕 最华美的所罗门圣殿 以及以色拉和尼西米修复的圣殿 三处结构完全相同 都是遵循上帝的图纸 圣所的信息非常重要 进入第一间内室 首先看到的是摆着陈设柄的桌子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梁 目光所及另外一样物件是灯台 外围有七个灯座 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抬眼看到的第三个物件就是香坛 祭司在那里焚香 宜人的心香之气飘过帷幕 进入圣所中的圣所 也就是最重要的至圣所 香气预表着祷告 耶稣为罪人而代求 我们奉他的名祷告 在走进至圣所之前 先看看圣所里的三样物件 这可是想要成为成功的基督徒的三样秘密武器 都知道吗 陈设柄 灯台 焚香的痰 要吃生命的粮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 读经 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为我做见证 还要祷告 香坛的心香之气 读经做见证和祷告 是与主建立亲密联系的关键 接下来穿过圣所的帐幕进入至圣所 里面只有一个物件 是什么物件 就是金约柜 由黄金制成的约柜 约柜里放着什么 十戒法板 圣所之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当我们研读启示录 耶稣在启示录一章显现时 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有没有想过这预表什么 圣所里的旗灯台 启示录十一章经上说 我看见上帝天上的殿开了 地上的圣所正是上帝在天上之圣殿实景的缩影 旧约圣经的另一卷预言书 以塞亚书 第六章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异象发生在圣殿 以西节书 个人灵修 我刚好读到第四十章 有人在丈量圣殿也是在圣殿 撒加利亚书 但以礼书 许多伟大的先知 都在预言中提到过圣殿 还有启示录 都曾经以圣殿为背景 研究这些经文能学到很多隐秘的教训 理解上帝和他的救恩计划 甚至是警告和教训 本科 随唐教材上篇讲了圣索蓝图 耶稣生平有好几次重要事件发生在圣殿 犹太人 祭祀和敬拜的中心场所 在基督时代叫做圣殿 耶稣生活时期的圣殿 是重建之后的建筑 之前的所罗门圣殿 历经四百年风霜 毁于尼布贾尼萨之首 过了七十年 以色列人返乡 以色拉还有尼西米都重建圣殿 可惜其气势均远不如前 基督时代罗马指派的犹太皇帝 哈西曼王 西律大帝 是位很有激情的建筑师 代表作包括 马萨达堡垒 凯撒利亚 好多处经典 他也是冷血暴君 正是他下令图路伯利恒南英 处于政治目的 他也要做些伪善的表面文章 于是他重修圣殿 修得相当不错 百姓仍照常去做礼拜 当耶稣去圣殿准备教导真理 百姓本该带着备好的牺牲 可所谓的宗教领袖 把圣殿变成脑室 他们在那卖羊羔 卖鸽子 卖各种献祭的动物 圣殿的院子 原本应该是祷告赞美和敬拜之所 现在听起来热闹得像是 贩卖家畜的跳蚤市场 买家卖家都在面红耳赤 讨价还价恶臭熏天 这天耶稣走进圣殿 怒叹 难道不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对了 这是在引用旧约圣经 接着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眼中喷出怒火 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还记得这些经文吗 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 用不着打人 举起鞭子已经有足够的威慑力 接着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 耶稣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注意 耶稣在这里说 我付的殿 耶稣在世的传道生涯 行将结束时 宗教领袖拒绝他的教训 主说 看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这样的对比很值得关注 明显的变化 马上进入本课的第一个问题 不过 今天的内容很多 请务必帮我祷告 我也为您祷告 因为我讲得快 您也得听得快 非常重要的信息 好吧 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根据 但一里书第八章的预言 这段经文还是打开圣经 必须得读一读 如果有圣经 请打开但一里书八章 开始研究一系列问题之前 需要预先熟悉一下 但一里书八章一节 伯沙萨王在位第三年 有异象献于我 给我 但以礼是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我见了异象的时候 我以为在以兰省 书山城中 要塞城市又是以兰省的省会 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 我举目观看 见有双脚的公棉羊站在河边 两脚都高 这是他见到异象的开头 他在河边见到一只公棉羊 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 不久又出现一只山羊 如果读过前面的章节 之前他还曾见过狮子 又见熊 还见过一只豹 他对这些动物百思不解 天使来为他打疑解惑 告诉他每种动物 预表着不同的君王或不同帝国 在他们掌权的历史时期 会统治或影响上帝的百姓 单一理书是在预言历史 比如第二章中 大家都还有印象吗 通过一个梦中见到的大象 呈现出一幅世界历史缩影图 上帝用不同的表号 通过一梦或异象 展示出不同的视角 回到单一理书八章 得仔细研究 他先看到河边有只公绵羊 有两只脚 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 往南抵触 瘦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我正思想的时候突然 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变形全地 脚不沾沉 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 一只特别的脚 他往我所看见 站在河边 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 大发愤怒向他直闯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烈怒抵触他 攻击绵羊 折断他的双脚 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暂时先读到这儿 一会儿还要回来 只是先完整地读一遍 然后再详细解释这些意象有什么含义 好吧 第一个问题 但一里看到一个奇妙的意象 在第八章 他看到一只公绵羊 有两只脚 这里的公绵羊预表谁 同一章后面天使赶来给但一里指点迷津 读一下第二世界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哪两国 马代和波斯王 经上还说这两只脚 一只比另一只大 开始出现的是马代 但后来波斯帝国强势逆袭 甚至后人只知波斯帝国忘了曾有个马代 还请大家再记住一点 作为犹太人 当他们穿越旷野时以荷叶为生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约翰 大卫 都是牧羊人 犹太人非常熟悉绵羊和山羊 耶稣讲审判时也用绵羊和山羊对比 因此这两种动物 预表的是两个庞大的帝国 好吗 现在马上要跳到第二个问题 接着但一里看到一只山羊 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山羊 预表下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 他会攻击绵羊 经上说他来自西边 这个来自西边的王国就是希腊 他崛起的速度惊人 一路势如破竹 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否认 在所有的帝国 古代帝国中 亚历山大大地的速度无人能及 他去世时只有32岁 从他19岁到24岁之间一直在征服世界 迅如闪电 他的士兵行军速度和跋涉的距离超过所有军队 因此在这场双羊之役中 山羊打败了绵羊 亚历山大打败了大流士 一举拿下波斯帝国 占领了他的全部疆土 单一理书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那公山羊 天使开门见山 我们还用得着猜吗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这是雅各王版出现的希腊 接着解释 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这些细节完全符合 亚历山大大地的特征 经上说他从西而来 他来自西边 攻打波斯帝国时 他凶猛残暴迅雷不及掩耳 在前一章单一理书第七章 希腊被誉为长着四个翅膀的豹 因为他快得几乎脚不沾沉 征战速度空前 所向披靡 别忘了当时还没有机械化装备的部队 之前没有任何队伍 比亚历山大的军队更快 快得难以置信 接着经上说 正当他大展宏图之时 年富力强大脚 最重要的那只脚折断了 不是伤病老损 而是丧命 亚历山大突然离世 尽管他可以战胜世界 却无法成功地战胜自我 死因尚无定论 他在一夜明丁大醉之后 卧床不起 有人怀疑是否被暗中投毒 终究没证据 恐怕只有到天国 才能真相大白 也有人说是因为瘧疾 他确实发烧 还有人猜测他是酒精中毒 总之他猝死时很年轻 临终之前 以前我可能讲过 他妻子问谁来掌管你的国家 他回答强者为王 一语成衬 必从这国里兴起 我们来继续读下一节经文 至于那折断了的脚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 这四脚就是四国 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亚历山大的四位大将军 把他的庞大帝国瓜分为四块 并且各自为王 不久 四个将军开始自相残杀 不过 希腊帝国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 甚至比波斯都长 第三个问题 继续下面的经文 从这四脚中的一脚上 又长出一个小脚 就像梅花路的绒脚分出一个叉 四脚中的一脚上 又长出一脚 新出现的脚开始冒头 最后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 这只小脚预表的是哪一个权柄 从基督的时代就可以看到 这则预言的应验 希腊之后是哪个帝国 罗马 使徒行传 第十八章二节 因为格老丢 凯撒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凯撒格老丢控制着整个帝国 当时他很不放心犹太人 要把他们驱逐出境 回顾一下这只公山羊 他最初的 本体指亚历山大大地折断于壮年 然后分裂出四脚 另外的四国 四个藩王亚历山大的四位将军 接着 从这些脚中间又冒出一个小脚 这只小脚却与其他权柄有些特殊的差异 这也是必须关注的一个政权 因为它会长成我们以后要学习的敌基督的权柄 请读一下单一礼书七章八节 再谈这只小脚 这脚有眼 像人的眼 有口 说夸大的话 格外的与众不同 后面 还说他会犯 亵渎上帝之罪 说夸大的话 这里是和启示录十七章前后呼应 解释他的特征 单一礼书七章二十四节 他这只小脚与先前的不同 有变化 历史上先前的大帝国 有巴比伦 马代波斯 希腊都是典型的君主制政权 由君王统治 只是从罗马开始 罗马不再只是铁腕的君主制 凯撒虽仍是帝国元首 但罗马已经开始衰败 罗马的政权 最终被罗马的宗教权柄取而代之 这是历史教科书的内容 学过五年级的历史都应该知道 罗马政权 建区衰败 基督教却蓬勃发展 而且不仅局限于宗教 更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宗教政权 政教合一 大家心照不宣 第四题 天使告诉单一礼 这只小脚将毁坏圣所 圣所要等多久之后才能被结晶 现在马上进入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 单一礼书八章十四节 到这就是答案 哦 换灯还没打到屏幕 好了 到请跟我读到两千三百日圣所就必结境 现在还是再回顾几处经文 要结境什么 得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只要再看一看单一礼书八章 我们继续读一下第十二节 因罪过的缘故 有君旅和长线的番级交付它指小脚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 无不顺利 这小脚是如何逼迫上帮上帝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耶稣的真理 在那段时期真理步步妥协 小脚却节节攀升 下面给大家读几份历史简讯 我不想引发分歧 但这不是什么秘密 在基督时代之后 大约三四百年的期间 起初基督徒在罗马受到严峻逼迫 信徒被扔进狮子坑不是吗 我小时候不理解 听说罗马把基督徒烧死在石柱 扔去喂狮子 罗马人总是在嘲笑基督徒 然后一转身 罗马成了基督教大本营 怎么回事 刚才还禁止信教 转眼功夫就成了国教 一百八十度打掉头是吗 事实真相就是 随着军事坦定声称归主 过一会儿还要补充解释 基督教一度被认定为非法宗教 被取缔禁止 被严厉逼迫剥夺权力 被杀害 住地下墓穴 活在黑暗中 忽然间就成了国教 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的标志 就是因为军事坦定自称为基督徒 可惜真实的情形是 很多人加入基督教 表面上离开原来的希腊 罗马是宗教 骨子里却并没有悔改 甚至不了解基督圣训 总是试图把异教的想法带进教会 上一讲我们刚刚学过 地狱之火的真相 人死后不会立刻去天堂 要先等审判和复活 惩罚罪人的地狱之火 不会永远燃烧 记得吗 的确有硫磺火 狐游审判 但有很多误传的解释 只是源于希腊神话 对吗 这就是将真理抛在地上 例如说炼狱是天堂 和地狱间的中转站 近几年天主教刚刚刚正 他并非圣经教训 没有任何圣经依据 总有些奇怪的想法 又比如说 人死后立刻去天堂 再回来找自己的身体 或者去亚伯拉罕怀里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训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 真理被抛在地上践踏 有人说 只要你信耶稣就够了 不需要再受识诫 不用再被他的律法约束 这也是把真理抛在了地上 那段时期 很多真理都被肆意败坏 那么 到什么时候圣所才能被洁净呢 好吧 第五题 过一会儿我再来总结 先继续看下一题 当丹伊里看到这只小脚的权柄 迫害上帝的百姓 并践踏真理 他作何反应 天使解释意象后 丹伊里明白了这道信息 他看到上帝的百姓 将要面临的厄运心痛不已 经上说丹伊里书八章二十七节 于是我丹伊里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他已经步入冒蝶之年 从十五岁被掳到巴比伦 也许是十六岁 七十年 弹指一挥间 他已经八十多岁 可能更老 丹伊里看到沉痛的意象 上帝的百姓 被狄基督的权柄 残酷逼迫 他陷入昏迷 病得很重 失去知觉 天使知道他的困惑 赶回来继续为他讲解预言 到丹伊里书九章才讲完 注意 请别忘了 丹伊里年纪轻轻 便成为战俘被掳到了巴比伦 那时全世界最美丽的建筑 绝对不是太极陵 甚至空中花园也还没建成 最恢弘壮丽的建筑物 就是大卫王积攒了几百万资财 在由他的儿子索罗门 完成建造的圣殿 黄金铺旧的房间 有全世界最大最粗的两根青铜柱 甚至各有其名 右边雅金 左边是伯阿斯 丹伊里在童年时代 亲眼见到这磅礴的圣殿 绝对堪称世界极大奇迹之一 但他又亲眼见到这圣殿被毁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民族被征服 大卫曾经的辖区 上帝亲自选址的耶路撒冷 被火焚烧百姓被驱散 被奴役甚至被杀害 在巴比伦的七十年漂泊 丹伊里无时不再渴望 弥赛亚何时才会到来 大卫的后裔何时到来 我们何时才能重返耶路撒冷 在丹伊里书九章的开头 经上清楚地描述 先知正在查阅圣经 虽然不是我们手里的版本 但里面也有预言 耶利米 以赛亚 大卫 所有之前的先知 丹伊里正在读耶利米的预言 这是第九章的内容 他看懂了耶利米说 七十年之后 上帝的百姓就要回家 赶紧祷告 主啊 七十年满了 现在是波斯王掌权 我们何时回家 正当他祷告时 天使加百列来到他面前说 丹伊里 我来帮助你明白那个意象 这里就是那节经文 加百列说 你出恳求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我来告诉你 因此天使 天使加百列前来 为他讲解意象哪个意象 第八章 让但里里昏迷不醒的意象 因此这个意象 是在向世人介绍 弥赛亚的到来 至耶稣第一次降世 第六题 在第九章 天使为丹伊里解释了预言的细节 在这个意象中提到一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日期 是多长时间 请打开您的圣经 和我一起打开丹伊里书九章 读一下二十三节 丹伊里书九章二十三节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 我来告诉你 因你大蒙倦爱 天使的速度太快了 丹伊里刚开始祷告 加百列就接到出发令 天使可不仅仅是以声音的速度 或光速旅行 而是以天使的速度 思想的速度 超越想象的速度 穿越宇宙时空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 我来告诉你 因你大蒙倦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 第九章没谈到任何意象 那么天使指哪个意象 就是丹伊里晕过去之后 第八章没讲解完的意象 对吗 七十个七 这是第二十四节 丹伊里书九章二十四节 为你本国之民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本国之民是谁 犹太民族 七十个七 定了在这里是指 为本国之民切断 播出或预留的时间段 为什么 向世人介绍引荐米塞亚 为你圣诚 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为全人类的罪 献上最后的牺牲 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永逸 基督将为世界带来永远的公义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 至圣者 或至圣所 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 弥赛亚又是什么意思 希伯来文的受高者 当献之撒末尔把油倒在大卫的头上 他是在用油高大卫 耶稣受洗时既是被圣灵所高 又是被上帝亲自所高 他是上帝道成肉身 对吗 天使说定了七十个七 一切都避讳应验 你当知道 当明白 注意这些时间预言的起点 第二十五节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加在一起 共有六十九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圣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 那是指尼西米生活的动荡时代 圣城的街道和城墙都被重建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但并不是为他自己 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 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 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耶稣引用行毁坏可憎的 就是荒凉的事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来坚定盟约的他 是谁 涉及两个人物 一是君王米塞亚 另一个是行毁灭之君 第二十七节 显然先出现的是救主米塞亚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并且又愤怒 倾在那荒凉之地 知道锁定的结局 必须弄清楚 耶稣说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关于在林 耶稣提到毁坏可憎 使地荒凉 他说先知但一里说 读着经的人需要会议 今晚耶稣在提醒 你们要读着经并要会议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引用的预言 就是为警示我们要领悟 回到刚刚读过的屏幕上的经文 第八章异象之后 到第九章 天使为但一里解释预言 详细地解释 第八章的预言 异象中出现一个 从未出现过的日期 是多长时间 读一下但一里书九章二十四节 经上说多长时间 七十个七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定了七十个七 要封住异象和预言 一期也就是一周有几天 七天 这数字从没变过 七十个七是多少天 七乘以七等于四十九 乘十是四百九 对吗 但是在预言力中 一日顶一年 一会儿可以查几节经文 证明这个原则 因此上帝告诉但一里 共有四百九十年的预言期 为他的百姓预留 去完成选民的重要使命 犹太人的主体使命 就是传扬米塞亚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通过他哪位后裔得福 就是通过耶稣对吗 好的 接下来第七题 两千三百日和七十个七的时间预言 以何时为起点 上帝已经清楚地把答案留在 但一里书九章二十五节 天使说你当知道当明白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注意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对吗 加法计算 六十二加上七等于多少 六十九 离七十还差一个七 天使说在最后一个七的中间 寿高军会使祭祀止息 把七十个七分成几份 最初七个七百姓在重建圣城 接下来有六十二个七 结束后一共过了六十九个七 经上说 弥赛亚马上就要寿高 开始 他的传导事工 在寿高军出现之前 先有七加六十二个七 起点就是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开始 从洛曼陈辉的历史典籍 能否查到那是哪一年 感谢主 圣经给了我们答案 以斯拉记七章七节 大家都能记住 很好的数字 以斯拉七章七节 亚达学习王第七年 名字挺有意思 大家跟我读 亚达学习 听起来像大学的学术课题 我正在研究亚达学习 国王颁布圣旨 允许犹太人返乡 类似的返乡令有好几次 这是唯一强调 百姓可以修圣城 修城墙 修圣殿的御旨 颁布于主签 四百五十七年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历史年代 因此这就是起点 主签四百五十七年 后面提到在六十九个期之后 弥赛亚的传道生涯 即将拉开序幕 先是有七个期 四十九年 百姓在动荡之中 重建圣城街道 接着是另外六十二个期 总共是六十九个 对吗 当我们解释圣经预言的时候 一般要应用什么原则 一日 顶 一年 有好几处经文 以西节书四章六节 我给你定规 策卧四十日 一日顶一年 民俗纪十四章三十四节 一年顶一日 甚至耶稣亲自认可 路加福音十三章 有人提醒耶稣 夫子你最好快点逃命 施洗约翰被捕了 这时耶稣刚开始传道半年的时间 耶稣说 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我在传道 医病赶鬼 今天 明天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完成使命 耶稣传道 绝非仅三天 而是三年多 他在讲预言 遵循一日顶一年的原则 因此 要想解释预言中的时间 这是最接近原意的计算方法 好的 第八题 按照天使的解释 从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开始计算 六十九个期之后 就会出现兽高君米塞亚 有没有应验 刚读到这一段 我是在山上读到这一段 兴奋的手舞足蹈 原来圣经竟然如此真实 我当时真的激动的再也坐不住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只能蹦着跳着赞美上帝 心想哇 基督第一次来的正是时候 完全符合他自己的预言 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圣经 预言有没有应验 如果按照 一日顶一年的标准 那么从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开始 往后数六十九个期 刚好到了 耶稣受洗的年份 主后二十七年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先知的话就是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但一里书九章二十四节 最后一个期开始时 要高至圣者或至圣所 耶稣受洗时 有没有圣灵像鸽子落在他身上 他是否受了圣灵所高 什么事件标志着 耶稣传道之功的开始 接受尽礼 圣经中最清晰明确的 年代数据之一在新约 路加福音三章一节 请打开圣经 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线索 路加实名记录了 很多当时的君王将相 虽然有时定位 古代的时间并非易事 但路加医生 为我们留下了 毋庸置疑的确切信息 路加福音三章一节 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这个年代并不难追溯确认 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 又一个追踪定位的信号 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肥利做以图利亚 和特拉克尼地方分封的王 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 上帝的话领导约翰 看看这几位不同身份的国家首脑 我们可以用三点法精确定位日期 三点法只需三个点 路加留下五个名字 历史上只有一年 五位人物曾同时在任 主后二十七年 真的是毫无争议的结果 这也正是耶稣受洗的那年 刚好是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推算六十九个期之后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 当耶稣开始传道时 他先说什么 日期满了 耶稣受洗之后 马上说日期满了 它是指什么日期 正是指丹伊里书中的这个预言 主受圣灵所高 开始传道 他正是民心所叛的那位 每个犹太人读过丹伊里书 都想知道弥赛亚何时到来 这一预言说明 倘若他们认真研究旧约 就应该能够推算出 耶稣出生的年份 因为大祭司必须年满三十 才能够就任 耶稣受高时大约是三十岁 约瑟三十岁开始从政 大卫王三十岁登基 祭司三十岁就任 犹太人可以猜到 弥赛亚从三十岁开始传道 也就是耶稣受洗的时间 记得经文吗 经上说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只要把受高军出现的时间点 往前退回三十年 就能算出主降生的时间 这里有几幅图表 帮我们回顾一下 刚刚谈到的几个时间段 首先从主前457年 过了69个期 69乘七等于483年之后 耶稣受洗受高 这是主号27年 历史进程严丝合缝 正是按照圣经的预言轨迹 从亚达薛西王签署命令 或者发布命令 直到基督受高的日子 他受洗后开始传道 开始公开布道 这时共剩下最后一个期 注意 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70个期 现在只有69个期 最后一个期会发生什么 经上说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最后一个期 就是和上帝的百姓 坚定盟约的时间 对吗 好 这些时间预言从出令 重建圣城 我得保证和换灯同步才行 然后到了耶稣受洗 也就是在主号27年 69个预言周结束之后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期 将要发生的事情 继续看第九个问题 问题9 预言中的下一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先读一下圣经答案 单一理书9章26节27节 经上说 过了62个期 69个期之后 那受高者必被 怎样 剪除 但并非为他自己 他是为了谁被剪除 为你 为我 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耶稣在他最美好的年华 为我们献出他自己 救助米赛亚被剪除 这也是很多宗教领袖 无法理解 甚至争论不休的地方 因为 他们希望米赛亚来时 剑佣大魏的王权和参孙的力气 挥舞铁拳 推翻罗马政府 建立新的世界帝国 可米赛亚竟然成了 被宰杀的羔羊 这与他们的期望 实在大相径庭 接下来经上说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 这是最后一个期 好吧 必须得稍微暂停一下 请拿出圣经 这点 千万别漏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打开希伯来书二章 在后面的新约 希伯来书二章 二章 第三节 我们若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 是主亲自讲的 耶稣亲自传导三年半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坚定了 基督 我先告诉大家 马上要讲什么 然后再讲 然后再回顾之前的内容 因为这课的内容信息量太大 已经有了四百九十个预言年 都能跟上吗 这个预言期间被分为三部分 首先是七个期四十九年 得到预止修复应许之地 在动荡中重建圣城街道和城墙 接着在四百九十年中 又走过了六十二个期 就到了主后二十七年 经上说 弥赛亚将要受高 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期 弥赛亚受高后 耶稣传道并未满足七年 他只传了七年的一半 他亲自传道三年半之后 他在最后一个期的正中间被剪除 最后结束是主后三十四年 耶稣死于主后三十一年 他说我要传道 也要亲自培训十二使徒 在他离开复活升天之前 他这样吩咐使徒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但是请注意 耶稣起初没有让他们去全世界 反而让他们不要往外跑 要先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接受圣灵 领受圣灵之后 再去为主做见证 先是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全地使徒行转一章 然后撒玛利亚最后才到世界的极处 耶稣拆遣众使徒去传道时 曾吩咐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杨那里去 他想要首先和自己的选民 以色列坚定盟约 经常听到有人说 犹太人以前总是找基督教的麻烦 真是天大的误会 因为早期基督教会都是犹太人 我们阅读的圣经 都是犹太人保存的 使徒大都是犹太人 当五旬节圣灵配价 几千人同日受洗 对象是谁 使徒行转二章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但一里说 上帝兑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会用整整七年和你的后裔坚定盟约 前面三年半由弥赛亚侵传 随后主被剪除 剩下的三年半 通过听见他的人坚定 就是使徒 正如希伯来书的描述 他坚定盟约 是通过听见他的人完成 对吗 耶稣在十字架上气断的同时 圣殿之中发生了什么 殿里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照一下这两处经文 格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四节 这曼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 有两样东西裂开或被撕裂 曼子和大祭司的衣服都有谁 还记得那节经文 甘亚法疯狂地撕开衣服 按立位律法 大祭司的衣服绝不能撕裂 从此便有了新的祭司制度 经上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施由君尊的祭司 而圣殿的曼子从中裂开 为什么 因为地上的圣殿发生了变化 共有两处圣殿 一座在天上 另一座在地上 经上说 岂不知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负数不是你的 是你们的 保罗说 你们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耶稣就是新殿的仿角石 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有人不满 他这是恐吓要拆圣殿吗 但约翰说 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基督在坟墓中三日后复活 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地上的圣殿仍然存在 你和我都是祭司 你和我就是圣殿的活石 因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 末时代的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地上圣所 明白它的本体一直在天上 当年摩西在旷野中建造一栋圣所时 经上说它是按照天上圣所的样式 基督正在那作为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但我们也是地上的灵工 是上帝的圣殿 好吧 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个时间点 从主前457年开始出令 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基督受圣灵之喜 耶稣用三年半时间亲自传讲真道 他死于主后31年 剩下的三年半通过他的使徒继续做工 接着便到了490年的终点 预言期结束 历史和预言毫里不爽 不过 别忘了前面但一里书八章的预言 那个预言中提到了数字2300日 耶稣告诉使徒首先要向谁去讲道 马太福音十章六节 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宁可往以色列加迷失的羊那里去 使徒们言尊主训 首先他们基本都只在犹太人中间传道 去犹太人的会堂在亚洲旅行步道 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 那么耶稣如何警告他的选民 这是第十一题 他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 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么能结果子的百姓是谁 这是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题 耶稣提到的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是谁 谁将成为他的新选民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加勒太书三章第二十九节 你们既属乎跟我一起读 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这不是刀哥牧师的杜撰 而是明确的经文 都有谁已经接受了基督 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合法继承人 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都是你的 再看一节经文 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内心受割礼更重于肉体割礼的仪式 千万别误会 我也算是半个犹太人 我很自豪有这个噱头 不是骄傲 只是低调的自豪 可以这么说吗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 上帝已不再为以色列民族预备 特别之功和使命 保罗说 我们是被接在以色列的侄子上 这就是基督徒身份的意义 圣经中的约只有一个 立定新的约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新的约 若想接受耶稣 以他的保险和生命 重新坚定的约 至少要成为属灵的犹太人 属了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此至今 我们仍然要学习旧约 我们是所有先祖先贤的后裔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以利亚 大卫等等等等 我们是属灵的儿女 是否感到振奋 撒冷 人人有份 继续看这张图表 是下一幅 开始是初令重建圣城 最后再回顾一下 各个时间段 仔细看表格下面 首先有69个期 之后是基督受洗 他花了三年半 亲自传道 另外三年半 他借着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 最后到主后34年 又有什么事 好吧 打开圣经 尽量快点翻到使徒行转7章 使徒行转7章 斯提反 是基督教教会 第一位殉道士 审判耶稣的同一群人 同样狡诈地宣判他的死刑 斯提反向百姓 分享了三年半以前 彼得的五旬节正道 美好的福音 可惜听众并没有觉得扎心而担忧 我们该怎样行 才能得救 犹太民族的最高法院和宗教领袖捂着耳朵 他们避哀哭切齿 因为不听真理 第57节 众人大声喊叫 使徒行转7章57节 像不像波音飞机 波音757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朵 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 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扫罗后来改名叫什么 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主后34年 整个民族都堵住耳朵大喊 我们再也不想听到耶稣的信息 他们像杀害耶稣一样杀害了他的代表斯提反 诡诈宣判 被暴徒 带到城外 残忍杀害 被剥去衣服 基督的衣服也被士兵瓜分 接着经上说 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 扫罗当时参与了处死斯提反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众门徒开始向外步道 耶路撒冷陷入血色恐怖 从这一年起 向犹太人传播福音的大门 被彻底封死 标志就是主后三十四年斯提反被害 就在斯提反被打死之后不久 保罗悔改归主 这是在使徒行传七章 使徒行传十章发生了什么 彼得见意下 主让他向外邦 哥尼流等人传讲福音 从此福音不再只传给犹太人 上帝吩咐彼得 别说任何人是不解的 我愿人人得救 只要他愿意进我的国 使徒们过后才领悟主的意思 第十三题 按照天使给但一礼的解释 两千三百年预言时期的末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答案 但一礼书八章十四节 他对我说到两千三百日 然后怎样 圣所就必捷径 还是得从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开始 过了两千三百年之后 算算到了哪一年 两千三百年这是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 结束的终点是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经上说那时的圣所就必捷径 非常特殊的捷径 必须得加快速度 大祭司 每年一度都会进入至圣所中 在宗教年里的最后一天 以色列这种特殊的仪式 预表着通过献祭制度 百姓在过去一年所犯的罪都得到洁净 在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前后 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这张图先留在屏幕 首先上帝在天上开始捷径圣所的工作 他开始捷径地上的圣所 有一场著名的运动 这些事件列在一起还挺有意思 谁知道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前后 发生了哪些事 查理斯达尔文正着手编写著名的物种起源 这是进化论主义的起点 进化论的学说 补充一点 达尔文还是位牧师的儿子 也是那段时期卡尔马克斯 卡尔马克斯开始构思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主义诞生 这是无神论的起点 进化论和无神论 萨姆尔摩斯发送了第一份电报 他的名字叫摩斯 摩斯密码 电文内容是什么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基督教青年会创立 约瑟夫·史密斯被杀死 巴哈派信徒查阅单一理书八章 同一个预言推算出同样的日期 只是赋予他完全不同的解释 还有其他组织 约瑟夫·乌尔夫环游世界步道 约瑟夫·乌尔夫 犹太义传教士 还有一场运动 为今天你我一起来学习 本次系列讲座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1844年 全世界的基督徒兴起了一场 耶稣马上归来的大复林运动 和基督复林安息日会无关 那时复林教会尚未诞生 复林意思就是再来 他们相信耶稣马上再临 都有谁听说过也叫米勒尔运动 有进心会 卫里公会 长老会和公里宗教派 但耶稣为什么没有来 他们想看 肯定是上帝不喜欢我们搞派别分歧 大家应该放下差异 一起查经找到 在哪出了偏差 似乎突然之间 上帝兴起一场运动 号召各个教派 重新回归圣经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雏形 现在已有余 1900万教友遍布世界 也正是他们热心捐助 这些福音步道系列讲座 我们相信末时的基督徒 必然要回归圣经 启示录告诉我们 历史上有七个教会 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 老底家 老底家是什么意思 百姓的审判 我们从1844年开始 至今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教会历史阶段 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朋友们 其实还有一点内容来不及分享了 我只是尽可能多的准备这些材料 因为时不我待 唯有圣经永不会失效 看看历史耶稣降生的时间多么精准 完全应验预言 有人可能对这课内容仍有疑问 我要鼓励您尽管大胆地把问题写出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我 还有很多来不及分享的见证 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里结束 有请劳拉姊妹上台 她会为大家献上一首 美妙的赞美诗 然后我们邀请场外的观众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Lord Jesus I long to be perfectly whole I want thee forever to live in my soul break down every idol cast out every foe Now wash me and I shall be whiter than snow 朋友们 今天这一讲信息的全部意义 全部意义就在于 在圣所被洁净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牵涉其中 那就是要洗净罪恶 这是你的渴望吗 它是我的祷告 既然耶稣第一次准时赴约 完全应验了预言 祂说我必再来 我们是否该相信祂的话 Amon 现在请祂帮我们做好预备 Amon